据报道,印尼总统佐科于9月13日市城雅万高铁,多位内阁部长陪同,并有数十名当地公众人物及记者受邀共诚。 佐科总统接受采访时表示,中国高铁建设经验丰富,技术先进,雅万高铁很快,很安静,也很平稳,希望高铁的开通能够减少雅加达地区的交通拥堵和污染,推动印尼民众转变出行方式。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?谢谢。 雅万高铁是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旗舰项目,一直得到两国元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。 作为东南亚首条高速铁路,雅万高铁是中国高铁首次全系统、全要素、全产业链在海外落地,也是中国同地区国家共商、共建、共享,携手迈向现代化的成功范例,将有力地提升地区互联互通发展水平。 我们注意到左科总统试乘雅万高铁,并做出积极评价。 我们期待并相信,高铁正式开通运营后,将给印尼民众的出行带来诸多便利,进一步释放当地的经济发展潜力。 请不吝点赞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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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